他真的是為了他先生,他真的是很謙誠地一直念佛拜佛回向給他先生 現在他先生已經到了很好的地方,他覺得他就很安慰 所以他感觸很深,所以我們真的是要誠心地念佛 然後他要說一下 因為昨天米毅跟我講,我跟他說誰是誰 他說放生這麼久,我都不知道誰是誰 我說,那有機會我們來個自我介紹 那麼,對,先介紹一下 師父好,師兄,師兄,師姐,各位好 我就張樹立,文章的張,姓張,張樹立 樹,樹是素菜的樹 不是,那個不樹的樹,美麗的麗 對,張樹立 剛才那個師姐講到那個動物,我剛好講起一件事是我女兒講給我聽的 就是幾天前他在公司做工的時候 他的那個電腦裡面有很多那個螞蟻進去 電了兩個大窩 然後他那天去上班的時候就不能做了 他就,他跟很多同事就叫他說 拿那個用水噴一下把他殺死,你等一下不能做工 他就說,不可以這麼多 我如果殺死會很多一大堆的 因為見了他看了兩個大窩在裡面 馬滿的都是螞蟻 然後他就那天就是做工回來 那天他就不用電腦了 他回來就 他的朋友就跟他說 你晚上啊,放一個藥水進去 明天早上來你就可以上班,可以做了 他就說,我又試一下 他又回家的時候,他就跟他們講 說,你們來我這裡見我 我又工作,我又不能做 可不可以你們明天你們走啦 去別的地方見我,也不用殺你們 因為看了太多個常人了,太多了 你這麼多的螞蟻來這裡見我 一殺我就不知道殺了幾千幾萬個 他就跟他好好講 明天早上他一去上班,全部跑光 不是,那個螞蟻一跑光 那些螞蟻全部沒有了 他的那些同事都說不可思議啊 都說,你真的是 昨天晚上沒有碰那個幼嘴嗎? 他說真的沒有 我跟你說這些都可以跟他們溝通的 我女兒就這樣講 他就回來跟我說 我家裡那個桌子上也每天有螞蟻很多 那個水他也要 那怎麼他 我就試試看 我就跟他像這樣 我就跟他說 我每天我也不小心 我會去煮水的時候 我會把你們燒死 你們最好也是不用來這個桌子上 因為這個桌子上 每天都有放水或有車的東西 你們不用來這裡 哇,真的,這個沒有啦 我就講請救師父 這不是真的 這不是真的 可以溝通的嗎? 真的是 不可思議的事 我們現在家裡有那個 長銀啊 怎麼進來我就 阿彌陀佛 你們出去吧 不要再 我不用殺你們 你們出去 真的現在沒有啦 我就想給大家分享一下 可以 要這個歡華去試試一下 不用去殺他 看看好不好 好,謝謝 謝謝 謝謝